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Jesse有懷疑的時候 又有得玩了 今天很開心 Jesse 你怎樣?美國生活如何? David Sir 有問這麼不開心的事嗎? 我都跟你說回來的 我從去年說到現在 但都未見你蹤影 我真的很想你回來 那邊通脹很厲害,剛才我們聊電話有說過 也是的,通脹那邊就能夾到人是呼吸不到的 現在 你怎樣說呢? 我不知道現在對於高收入或者高入息 這個level是怎樣去判斷的 你覺得你找多少都沒有用 對呀 你的CPI升得那麼厲害,你怎麼辦呢? 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是代我的網友問你的 因為大家知道每次Jesse說要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說 Jesse你何時回來呢?很想念你 可不可以何時跟大衛Sir一起 面對面做節目呢? 我一定要問的 就是這樣而已 對呀 做了一些事 做了一些事,但儘快回家 沒有什麼比回家的重要 總之就儘快回家 我期望 年底或者一月份可以見到你 現在已經是年底了 11月27日 12月也正在來 真是期待 等到頸子也長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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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回不回來呢 始終就等你自己決定啦 那我們這次就講一下世界盃啦 喂世界盃 有什麼看法呀 Jesse哥 有什麼看法呀 沒有 一個世界盛事 但是沒有我們中國的足球隊 就是這個看法 是嗎 不過都習慣了 是 都習慣了 是 沒錯 老實說 你說中國什麼都鏡頭 包括我們自己 大陸人來講 你說起中國其他東西 我們都很有信心 真是 但是你 譬如說中國的文化 中國的經濟呀 中國的 整體國力呀 這些我們很有信心 但是說起足球呢 我們就有信心 那的確是不值得的 絕對是呀 完全同意呀 國足那邊 我自己個人都覺得 真是不知道說什麼好 真是 恨鐵不成鋼呀 是不是 這次世界盃 雖然就沒有國足粉 但是中國都很厲害的 在基建呀 是不是 我們的電動車呀 以及禮物呀 各方各面呀 求證呀 都有中國的分儀 是不是 所以的時候呢 兩看啦 這次雖然 沒有中國隊 希望 未來的中國足球界 就 有回一場好球啦 逐漸向上升啦 但是中國隊 其實 這次呢 雖然 不能參加世界盃 但是 我又不排除 十年八年後 就是八年啦 給他多兩屆時間 八年或者十二年後呢 我都期望他會的 你有什麼看法呢 你對於國足 是 是 我覺得 我們中國又不是說沒有入過世界盃 2002年的時候就入過了 是 沒錯 那時候 那時候真是 那你說中國足球 你是不是缺人才呀 那他又不是缺人才 我們人口基數那麼大 然後你說 那是不是因為民眾對足球 那個熱情沒有那麼盛 那又不是 你好像世界盃那樣 其實 你別說世界盃啦 平時呢 就是我們看英超啊 看這些都是很瘋狂的 我個人呢 就對足球就不是說太過廣熱 但是我身邊的人 就是在大陸身邊的人呢 都對足球是非常之喜愛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 有人才基礎 又有這個 這種運動的熱誠 但是始終國家隊 都是近幾年的表現都 一般的 我很客氣的 一般的 是極差 OK 我直接說 我覺得是跟他那個足球協會 他的體制是有關係的 我覺得 其實你說到體育醜聞 譬如 之類的東西 在中國來說 足球是最多的 真的是最多的 近期有位 李教練 又被人捉了回去問話 是啊 你說的是李鐵 有 我也有提到 這件事 其實被人捉回去問話 我覺得 可能是有些景色 如果我們國家拘捕 一個人的時候 當然是有些理由的 基本上不會胡亂拘捕的 根據李鐵的授查 我們的國足前主稅 傳聞他存款與收入不符 這件事 是吧 大家也知道的 就下午了 其實的時候 我們看到 少林足球 是吧 謝爺在少林足球裏面說 很過癮的 那句說話 相信大家也知道的 是吧 球場也是我 球證也是我 那這一句 我覺得 完完全全都說得到 是吧 即是 足球的情況 是吧 是吧 經典台詞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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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啊 這個才是 最棒的 我自己覺得 那時候 他這樣說的 那句說話 我現在把原話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就球證 旁證 加上主辦協辦 所有單位 全部都是我的人 怎麼跟我鬥啊 是不是 我這裏 就不是說 李鐵是這樣的 不過總會有些原因 都是一個類比 大家 自己想想 其實這次李鐵 被人爆了出來 除了老美那裏有豪宅之外 只有一家銀行的存款 就已經超過人民幣一億了 嘩 好厲害啊 是不是 其實呢 這件事 這件事的調查 有些媒體就 表示 不知道會不會掀起 中國球壇的新一輪反腐的風暴 絕對是 我們看到整個卡塔爾的世界盃 整個足球賽 我們都看到 如火如蠢的舉行 但是中國無緣參賽 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你查一查 足球的利益 是非常之大 球場大 觀眾多 廣告商又多 贊助又多 大家知道 傾了全力 希望 打造了 好像我們中國女排一樣 這樣的威勢 大家都有看過 陳可欣的 陳可新的 奪冠 那套戲 是不是 裏面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 教練 是不是 朗平 朗大者 朗大者 朗平 朗平 其實面對著 排球協會的時候 都要力排眾議 因為 你很多時候 傳統的做法 其實 對於現在這個新的年代來說 訓練的方法是有改變的 但是 其他人 去提升自己的 功力 和訓練技巧的時候 我們是必須要改變的 那麼有很多守舊的情況 其實我們真的要想一想 如何變化 才是 最好的 最好的做法 有很多體制上 是要轉變的 如果不轉變 我就 看不到 究竟 會有什麼進步 還有在內地 因為市場太大 你要賺錢 是相當之容易的 只要你肯放下自己的 原則 基本上 你就成為富豪 也不難的 有時候有這樣的說法 是不是這樣說呢 OK 這個 這個我不敢說 是 但我明白你 不知道的 我明白 不知道的 這個的確是 沒有的 其實中國足球現況 你說它沒有引入新技術 它又不是 它是請了很多外教 在歐洲那裡請了一些頂尖的教練團過來 就是盡快讓我們國內的球員 可以和國際的水平接軌 但是始終這幾年 你輸完泰國輸越南 這個又真是為什麼會這樣的 以前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 那時候你想想你80年代的時候 你莫說我越南泰國這些 你日本和我們砌都未必砌得贏 80年代的時候 中國在80、90年代的時候的足球 在亞洲來說是頂尖的 但是為什麼現在是 你莫說我去到世界 在亞洲來說我們都好像是 中游 都不是中上游 就是中段這樣的實力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退步 我其實關於這些情況 我看過很多的文章 包括在國內的體育記者 或者是一些退役的足球員 他們說 很多情況之下 跟我們剛才說的那個貪污舞弊 這些事情是有關聯的 比如球員A是很適合打這個位置的 球員B就差B 但是球員B跟教練熟了 就叫了球員B進去 或者球員C又送給你 就是 整塊錢 整塊錢 這樣送上門 就有簡強進去 結果這個最適合國家隊的A 就入選不了 這種情況呢 平民現在是還存在的 所以就是 就是這個系統一定要改變 我覺得 我看這次的世界盃 你看看別人日本看得多好 韓國都OK 至少還沒輸先 韓國 你會覺得 大家都是黃種人 還有我們國家在足球上面的投資 應該是不亞於日韓的 為什麼別人入到世界盃 以及都發揮得頗為出色 而我們呢 這些事情就真的大家去想 我在這裏就不說這麼多了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的 就是你作為國家隊的成員 一定要盡全力去踢場球的 有時候金錢就不代表一切 為國家拿到榮耀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還有的時候不忘初心 我看到少林足球 其實你要想你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那向自己的目標去走呢 我覺得是最正確的 譬如好像我們都看到 這次沙特 每個人都說 就是傳聞 每個人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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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輛羅斯萊斯的豪車 就送給他們 因為就贏了阿根廷 對不對 另外的時候 又有傳聞 每個人有10億 我不知道是否是美元 總之每個人有10億 但是這個傳聞 那些球員就說 我們是為祖國而踢的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還有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關中超的問題 其實最重要呢 就是有一個真正公平的一個足球協會 那就是最重要 還有有一件事 我覺得 對於無論是教練 或者是球員來說 就是不要被人碰到上天 首先 很紮實地在每一個院士裏 好地踢球 慢慢選拔真正的人才上去 甚至去建立 適合自己國家文化的足球協會 那大家知道 祖谷其實這個足球的古明星 都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傳聞 那這個 這樣的一個歷史文化 其實我們應該好好珍惜的 那而且 就是當年 踢入過 你到今時今日 有沒有引入一些新的技術 或者有沒有進步呢 我就覺得 是這個令到我覺得 是特別是值得思考的 那當然利益很大 譬如好像我們的 有關晶片的研究 國家撥款也非常之多 那也有些人 因為資金太過豐沛 而造成很多貪污舞弊的事件 後來都被人調查的 其實這個一定會是 但是我覺得 為國家服務 是必須的 那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就是我期望國足可以更加 去上一層樓 應該是脫胎換骨 肉火重生 這個才是最重要 如果不是肉火重生 我想都很麻煩 尤其是李鐵這件事 我不知道 不要未審判 但是希望 這件事 可以作出一個公平的審判 最近中國也有一位影聲 被判13年 是不是 哈哈哈 有朋友跟我說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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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會不會 這件事 聽聞是說 引渡回加拿大做化學閹割的 我都聽過 是 但是 會不會呢 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未必 五億帆 這次都幾大劑 未必的 但是驅逐出境是必然的 坐完之後 我們不要說他的全名 我們叫他躲出來 他躲出來 就是加拿大針灸師 是嗎 加拿大針灸師嗎 是嗎 我不知道 因為他拿著針去刺人 哦 但是我覺得 香港 很多人 其實應該要想清楚自己 要做些什麼 我找不到加拿大針灸師的名堂 哎呀 不好意思 你當然找不到 剛才我幫他起 哦 你幫我起的 我當然可以 我找不到 其實 真的 我自己覺得足球 其實大家真的好地欣賞 因為 說真的 我現在晚上有時候 做完事情 沒有什麼做的時候 在等著上片 我也會看世界盃 因為大家知道內地 全部免費的 你喜歡怎麼看 就怎麼看 我不知道看得多開心 每天打開這個 這麼多體育台 慢慢看 不是啊 我只是看央視五台 第五台 我也覺得很厲害 我喜歡看珠江 珠江台 好 今晚轉一轉去看珠江台 先 珠江或者廣東體育台 很好 現在中山的時候有些疫情 我也不知道疫情會怎樣 但是 Anyway 但是 我就覺得 看一看都很開心 對嗎 我也看到 但是有一場波 我也想說一下 就是英國 英格蘭對美國的一場 我覺得很搞笑 為什麼會滿和呢 讓得出臉 對呀 很離譜 發生什麼事 你有看嗎 Jesse哥 我不知道 總之 我看了一些花絮 不是花絮 人家好像演戲一樣 說花絮 我看了一些 highlight 你覺得英格蘭就沒有全力去踢 你真是這麼說 是 沒錯 我個人的意見 就覺得 你讓得出面子 我個人這樣看 我個人的看法是被迫讓的 老美可能跟我說 可能跟英格蘭那邊說 喂 你不要假假陣 起碼你不要贏我 我難得進來一次 對呀 難得進來一次 你不要這樣搞 我個人老美做得出的 哈哈哈哈 因為世界上 很老美 對呀 世界上沒有什麼機會 給他再展現他的洪峰 你也知道 當他沒有什麼能力的時候 唯有這樣做 哈哈哈哈 但是 很老實 你美國民眾 對世界杯的熱情 真的很低 這個國家對足球 其實是一般的 對籃球、棒球 對籃球 對籃球 籃球、棒球、美式足球 對呀 對呀 三日夜 那你足球的好球程度 或者受歡迎程度 你甚至不如一個 冰上曲筋球 在美國這邊 對 沒錯 美國四大體育聯盟 就是籃球、棒球、美式足球 和冰上曲筋 就是這四大聯盟 足球 在美國來說 是屬於一個比較少眾的運動 沒錯 所以其實這邊的人不太在意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現在是世界杯 對呀 但是你想想 就是我們奧運的時候 都說有美國籃球隊去進行比賽 對呀 那麼這四年的城市 你又看到美國了 美國基本上 每一年都會有機會入圍的 所以 美國的時候 都想威一威 大家看到 G20 APEC 老美 都沒有什麼作為 沒有什麼人展示 他們逼於無奈 要自己開會 開G7 開亞太亞 這個經合組織 就是亞太經合組織 當時開開自己的 什麼 什麼 印太經濟框架 那些會議 其實我想而知 老美是很寂寞的 因為現在沒有什麼人展示 甚至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 法國總統 馬克龍 就說要和美國 去談國事訪問 那這件事 拜登又怎麼看呢 拜老頭 那 馬克龍就說 拜登 拜登 不要 要減輕通脹 的 那麼 於 我個人想而言 我個人覺得這次世界盃或全球形勢對老美非常之不利 馬一龍說話很特別 如果老美不去取消豁免權 被歐洲的工業企業豁免權以免受到美國法律處罰 因為這個降低通貨膨脹的法案對歐洲影響很大 他與拜登威脅與大威脅說 如果你不可以的話想我們在中國問題上高下幫你 似乎是有點困難 這樣說吧 這件事我覺得其實別人說到出口了 就是說你不取消我就要埋中國堆了 你要叫我做什麼? 那我就聽 然後隨便打過去 你什麼街呢? 就是這樣 你就是在街上趴著 沒有話可說了 所以你說 你究竟是否 美國是否一個衰敗呢? 說真的 他是真的在衰落 但是這個衰落 是會多久時間一沉到底呢? 我覺得他現在是在底部徘徊 一直想 奮起 但是奮起不了 沒有辦法 對不對? 就是整個形勢 你看到拜登這次 輸一點的時候 他都殺熟狗頭 鬼死這麼開心 輸了都這麼開心 是不是? 這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就是一個 跛腳鴨總統 那你說 怎麼玩呢? 但是現在其他國家 包括中東啊 中啊 東盟啊 那全部都是對老美 陽奉陰違 不用玩啦 是不是? 你老美的時候 還有什麼可以 玩到全世界呢? 還有你的美元霸權 又沒有了 老老實實說 我自己覺得整個美元霸權 應該 就過不了2023年了 因為人民幣 的國際化已經開始 走得非常之快速 數字人民幣也出來了 人民幣美月 人民幣石油 也都在走 那將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真的覺得 應該和大家 聊一聊 拭目以待 看看怎樣 這也是非常有趣的 還有整個卡塔爾 那中國賺了多少呢? 大家自己想吧 雖然那是2200億美元 但是中國的建設能力 我想 都會賺1000億美元左右 都接近 一萬億人仔 那裡面有多少錢? 大家自己看看吧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的 這次怎麼看呢? 我覺得其實 現在越來越多國家 是 希望和中國 進行這種合作 特別是在基建方面 大家都知道 好像卡塔爾那樣 或者沙特這些國家 他們缺錢 他們不缺錢 人家有黑色黃金 是吧? 但是他們缺少的是 特別在基建方面的人才 或者叫做勞動力基數 他們是缺的 所以你說這次 我有錢 中國那邊有人才有資源 一拍即合 很明顯 美國人是不喜歡的 你哪個國家 跟中國做生意 他美國人都會有話說 或者不說話 好像這次這樣 大家明知道這次世界盃 就是他那個球場也好 他那些基礎設備也好 甚至他交通運輸的那些路線 這些全部都是中國幫他規劃的 但是在美國這邊的媒體 是沒有說過的 雖然這次我們的足球隊 我們的足球隊是沒有去參賽的 但是你說中國對這次的城市 沒有貢獻 可能貢獻是最大的 但是美國是不會說的 或者西方的媒體 你別說美國 你加拿大也好 你歐洲那邊也好 澳洲也好 你看看他們那些媒體有沒有說 他們基本上都沒有說 為什麼呢? 他們現在就是想營造一個中國的形象就是 是一個威脅 他對世界不是一個動力 不是一個必要的工廠 他對世界來說是一個威脅 他們是想營造這一種的形象 是 沒錯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我都見慣不怪的 凡是中國有少少東西 不是那麼好的 他就無限放大 但是中國做了一些 真的對世界有貢獻的事情 不說 就是這樣 嗯 完全是 這個是一定的 這個是一定的 這個就是 一些資訊的管控 每一個國家都有的 對我自己國家不利的 我怎麼會說 別人厲害的 我當然是不說 我當然是說我老美厲害 譬如現在我們看到 NASA的SLS 那支火箭 飛去上去 咦? 正英英的 NASA那邊 應該很厲害的 但是你完全聽不到 有關任何的訊息 是展露出來 究竟 飛去哪裏 還有什麼時候是環繞月球過來 回不回到地球 現在真的暫時都不知道 我不敢說他回不到 不過我覺得他回來的時候 其實 應該有點疑慮的 我另外一方面 講回卡塔爾那裏 其實我們看到 華春瑩在Twitter那裏 發了八張圖 就是看回當地的 那個 有關的 我們中國的元素 那其實呢 就有關的 體育場館 第一張圖 還有 在卡塔爾的 十里亞爾的 貨幣上高都有 第二張呢 就是 我們的大紅包 第三張呢 就是中國球證 第四張呢 就是中國製造的 足球商品 第五張呢 就是中國生產的 電動巴士 第六張是什麼呢 就是 有關灌溉 這個球場草平的工具 第七張呢 就是 中國成建的 太陽能發電站 第八張呢 就是 世界杯的廣告牌 那其實這些呢 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中國元素 那 未來的整個情況會是怎樣呢 就是 卡塔爾一個 好的示範來的 因為 中東國家 很多國家其實都 希望基建 和各項的設施 都是世界一流 甚至是超一流的 錢 我大把 你想怎樣做 沒有問題 要多少錢就多少錢 總之 中國製造的 和我做得 靚靚仔仔就可以了 我們今次看到整個 足球場館 其實是真的 很厲害的 好像有五個 還是八個足球場 這五至八個足球場 其實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設計 都非常先進 而且 你會看到 整個風格 是超前的 裏面有很多 很特色的標誌 和建築競藝 其實有時間 可以和大家慢慢聊 今次就展現出 我們中國的特色 雖然我們看到 有關的國足 現在暫時還未能夠 去到世界盃的城市裏面 因為未夠班 但是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看到 譬如沙特 其實表現都不錯 伊朗都盡力了 日本也是一樣 希望亞洲地區 可以在今次 世界盃上 吐氣揚眉 這是我自己的觀感 大家很欣賞 還有一段時間 這個世界才完 因為還有一段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應該還有半個月的時間 那就是這樣 怎麼樣 Jesse 還有沒有什麼補充 補充的話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現在的世界 始終是納納亂 無論是東方也好 西方也好 我覺得都還有很多問題 你說美國這邊 近期有沒有什麼特別爆的事情 我就可能看新聞少 近來因為真的忙 但是 如果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分享一下 生日上的細節 除了我們剛剛說的物價高之外 又來到這個 Holiday season 在美國這邊 就是年尾 什麼聖誕 新年假這些 治安就是最差的 近期 你那些白板案 即木槽事件 又好像死灰奉獻 之前在Walmart那裡 有件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Drew Sir 嗯 這件事有聽過 但是沒有仔細看 這個大新聞太多 基本上就是那個經理 不知道為什麼 他自己說 是上帝要我這樣做 之類的事情 然後就拿木槽去拍了 好像是四個還是五個同事 六個 六個人 跟著自己就解決自己 他這些不是為財 是為口氣的 我覺得 美國的民怨都其實 不要說民怨 就是它的壓力 有些人是受不了 就會做這些事情 從這件小事 你可以想到 其實美國現在的生活質量是怎樣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先戴上頭盔 不是說美國這邊 怎樣水深火熱化 我也不希望這樣說 我始終在這邊生活 我知道 但是你說它很好 我真的不覺得它非常之好 就是這樣 嗯 所以現在整體來說 除了經濟之外 民心都是亂 因為你物價高漲 其實你就會 形成很多的問題 不斷在發生 對吧 大家身體都顧不上了 怎樣可以令到 人民的生活 心情會過得比較好 這個是非常之困難的 這個是全球性的 而且都已經 我們電話背後 都說 其實現在全民不止是衰退 可能會再來一次經濟大蕭條 當然 我們都不是很想 有經濟大蕭條 因為中國很難獨善其身 但是說真的 那個危機真的是很大的 那我們看到 幣圈裡面的FTX事件 我到現在都找不到朋友 跟我說 就是唯一一天 就要找一下A君跟我聊一下 究竟FTX事件是怎樣 我自己看了很多資料 我覺得 其實整體上 大家現在在風尖浪急的位置 小心點 穩穩陣陣 現在最重要的 還有 也是那一句 節目前 鏡頭前 還有鏡頭背後 我都跟Jesse說 快點回來 我們很想念你 就是這麼簡單 好嗎 保重保重 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 Jesse 多謝你 一切保重 拜拜 拜拜 Jesse 拜拜